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Sam Tony 我們今天回來玩一隻手機遊戲 叫 Clash Royale 顧名思義有個 Clash 字在前面 跟CLC差不多 這隻遊戲都是 Supercell 的 CLC同一間公司 它有玩法有點像爐石 這就是我的戰鬥牌組 怎樣介紹也沒用 也不如實戰玩一次 我一邊玩的時候講解 一開始就有勝水在下方不停增加 去進攻對方的城堡 那些炮塔就根據你的等級 血量和攻擊力有所不同 那你可以見到我的隊 那卡組比較算是低cost 即是消耗的勝率比較低 那方便我去打 因為每次都太高cost 就變得很難去打贏 情況不太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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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巨人 是直接衝去戰塔 即是像CLC一樣 就不會理會其他小兵 那我有女巫 女巫就可以召喚一些骷髏骨頭 其實那些卡牌兵種的特性 就跟CLC差不多 沒什麼大的分別 我現在就等下一波進攻 那有一隻迷里比卡 血量低但是攻擊力高 我們就攻擊力高 攻擊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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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嘗試盡定進攻 開比卡超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在半分鐘內拆到對方一座 我們就有機會贏了 不過體牌也有點困難 我其實應該在那邊進攻跟他一換一隻 但是沒辦法了 現在希望盡量保住一個 箭塔,即是不要失一個箭塔 大家0比0,看看怎樣 我還以為是 時間後就會停,誰知原來還有憑死賽 我打得比較差 如果你打贏了的話就會看到下面有些寶箱 寶箱裏面就有些 卡和金幣 卡存起來就可以升級 升級的話當然數值就會高一點 下面就有很多不同卡 那這邊呢就是一些 買一些卡或者開一些寶箱 就是課金,下面就有些課金 我又不展示給大家看了 那我們就看一個 頂尖對決 顛峰對決 看高手看怎樣玩 我又玩得剛剛開始玩而已 所以不是玩得那麼好 我們看看對面怎樣玩 大家可以看到 卡總是比較厲害的 這個是暗黑王子來的 比較厲害的 有個盾牌在這裡 那些數值也好一點 可以看到他們 起的 那些兵種大部分都是比較厚的 那就可以在 那些兵走過敵方那邊的時候 那他已經可以出到第二隻 就是一些 用時間差的 一些小技巧 我自己也沒掌握得到 那這隻遊戲呢 我個人認為就是有點像爐石的 因為都是消耗聖水或者消耗水晶去 召喚一些卡出來 那他 就跟爐石一樣 都是很講求好卡組的配合 那他在這裡就還有其他一些很特殊的建築物 例如聖水收集器 或者是一些 野蠻人或者是哥布林的 一些 兵型 就是用消耗聖水 然後召喚出來 就可以額外幫你增加聖水 或者是 額外幫你生產一些 骷髏兵 好像他現在紅色那方面那樣 那個呢 就是一個骷髏兵的 軍營 對啦 那我就已經打完了 因為我調了兩倍 所以又會比較看得比較快 那今天這條短片呢 都大概只是介紹一下 這隻 Clash Royale的 手機遊戲 剛剛推出的 OK 挺好玩的 我個人認為 那 至於 爐石我會不會拍呢 就 遲下有機會拍給大家看 都是呀 遲下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呢 就暫時去到這裡先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呢 記得按個讚 順便訂閱我的頻道啦 那麼 我們今天的時間 就先到這裡先啦 就這樣先啦 拜拜 拜拜